你 混账 赶着摩根阵说话 皇帝拿起一旁的奏折 朝莫凌威扔了过去 没想到 莫凌威伸手敏捷 抬手一抓 便稳稳地接住了 要砸在他脑袋上的奏折 父子俩对峙之间 彭扶风云涌动 吓得门口的大太监战战兢兢的 太子殿下 皇上 皇上也是为您好 您二位息怒 滚 父子俩一口同声 这皮切 太子的性格 真是像极了年轻时候的皇帝 大太监只能灰溜溜地告退了 御书房内 只剩下父子二人 莫凌威伯谋泛着冷意 我再说一遍 此生只娶沈宁宁 但他要是不愿意 我一辈子不娶都可以 就跟他那样作伴 何况 倘若以后娶了他 也会将正妃的位置给予他 而且 他是我唯一的妻 我不会在那边的妃妾了 所以 皇后会不会纵容外妻做大 我并不关心 谢家也不会躲我们的江山 皇帝气得快昏倒了 他指着莫凌威 手指发抖 你 你 朕是你父皇 难道真会害你吗 你以后是要做皇帝的 六宫只有皇后一人 这在苍云国史上 前所未有 简直荒谬 莫凌威一声吃笑 娜娜魔多女人干什么 父皇你的妃子不熟 可有几个真心喜欢你 你 皇帝捂住心口 皱起眉头 莫凌威扬眉 我想起来了 最爱你的那个人 已经被你后面那的妃子害死了 他说的 是他生母 前皇后 皇帝爹坐龙以上 不知是生气 还是什么原因 脸色发白 喘息都困难 他双眸赤红 凌威 你实在是天真 就算你能为了宁宁 一之不取 可是 他万一嫁给别人呢 莫凌威 拧紧薄唇 他不会 他会盯紧的 皇帝被他气得眼前 一阵阵白光 想再说什么 但是心口堵得难受 莫凌威也不想再吵了 他说 总之 我的婚事 从现在开始 不需要你费心 你也别再过问 宁宁那边 我自己努力 与弊 莫凌威转身离开 刚拉开门飞 大太监阙 朝他身后看了一眼 灯石尖叫 皇上 您怎么了 皇上 莫凌威回头 一阵 皇帝居然已经从龙椅上滑倒 摔在了地上 昏迷不醒 一直到入夜时分 沈宁宁在谢府 自己的房间里练字 晚春顺着长廊快步跑来 公主殿下 老爷从宫中回来了 沈宁宁连忙放下笔 少女提裙 香蓝色的衣裳 犹如夜里的一朵琳兰花 透着淡淡微光 下午的时候 他就听说 皇帝晕倒了 太医们觉得棘手 于是 莫凌威也派人 来谢府请神医司马 寒入宫帮忙 沈宁宁本来也想跟着去的 但被谢宿之拦下 让他在家里等消息 这不 谢宿之刚一回来 他急忙跑去前院政厅 谢宿之正在跟司马涵喝茶润嗓 两人说着皇帝的病情 皇上的龙体尤为重要 神医老先生 这件事暂且不要往外转 以免被有心人利用 大人放心 小老我自然明白 有关于皇宫里的事 都要守口如瓶 正在此时 沈宁宁的声音传来 爹爹 他迈入政厅 皇帝勃勃的病情怎么样 司马涵看了一眼谢宿之 只见谢宿之微微汗手 宁宁是他女儿 也聪慧的体 所以不用瞒着他 皇帝气急攻心 所以昏倒了 现在身体不大好 神医还说 如果再生气 只怕会有瘫痪的危险 就像沈宁宁的二叔一样 他知道这个病 是生气以后 脑袋里就有了淤血 然后影响到了身体的机能 他二叔谢帝之 吃了他的灵犬和灵草 这么多年 也只是暂时治好了一半 但偶尔走路 还是会感到腿脚酸软 足以说明 这病的后果很严重 沈宁宁促起眉尖尖 皇帝伯伯 为何忽然发了那么大的脾气 谢宿之 听大太监说 是跟太子吵架了 唉 太子殿下少年 心性未明 总是把皇上气得不轻 沈宁宁拟起粉唇 下次限到哥哥 我一定好好劝他 不可以在这魔 惹皇帝伯伯生气了 谢宿之 也不忘安慰女儿 皇上的病要尽养 方才我进宫的时候 看先太子 在龙榻边伺候汤药 想必他已经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沈宁宁闻言 感觉莫林薇 最近应该很忙 他暂且不打算 去宫里打扰他了 等到皇帝伯伯的病情 好了再说 最近 因着皇帝龙体抱恙 都是沈宁威代 魏监国上朝 处理一应政务 太子的性情冷力 做事的风格 更加雷霆果掘一些 谢宿之作为丞相 同管百官 不仅要配合 沈宁威的吩咐命令 还要在百官们 害怕太子的时候 负责安抚 皇帝的前缘殿礼 药香苗苗 沈宁威一般处理完政务 才会来伺候汤药 这会儿 皇帝的龙踏边 唯有他的心腹禁军 统领陆大人 和裴颖 宫女们端着药碗进来 陆大人和裴颖 搀扶着皇帝起身服药 就在皇帝喝完药的时候 陆大人一挥手 袖子里陡然掉出来 一个粉红的豫章 他连忙捡了起来 皇帝却 已经看见了 给朕瞧瞧 什么东西 你竟如此宝贝 只见是一枚普通的豫章 玉倒是透粉温润 皇帝笑起来 再看见那玉底下的刻字 竟然是 宁宁所有 皇帝的笑容淡了 你怎么收着宁宁的东西 他抬眼问 陆大人连忙拱手 启禀道 回皇上 这不是杯子的东西 是 是杯子的二点 委托杯子代位抢购的 他简单地说了原因 原来 知道沈宁宁喜欢玉 前阵子 陆统领跟裴颖去经济办事的时候 陆绍元就请他们 去当地最大的翠玉斋 买了这磨个豫章 陆统领刚赶回来 都没来得及回家 便听说 皇帝病倒了 于是匆匆回宫统筹安排 豫章也没来得及给陆绍元 皇帝不动声色地眯起眼睛 你二弟 哦 朕有印象 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少年 朕记得 他跟宁宁那个小丫头 也认识了许久吧 陆大人 是 他们自幼就是同窗 公主在广阳县读书的时候 就跟卑职二弟相识了 皇帝笑呵呵的 将豫章还了回去 看来你二弟 对宁宁还挺上心 陆大人不知可否 他很粗心 但在公主的事上 便妥贴心细 裴颖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后 瞟见皇帝的神情 有些说不出的沉思意味 忽然 皇帝开玩笑一样问 你二弟多大了 娶亲了吗 他今年刚满二十 已经籍贯 但亲时的问题 他自己有主意 故而 卑职的母亲 只过问了几次 就由他去了 皇帝倾笑 朕觉得 宁宁跟你二弟 就很有缘分 你家可问过宁宁的意思 一会卸成相来了 朕帮你们问问他如何 陆大人连忙低头 情急道 皇上厚爱了 卑职二弟顽劣 没那个福气 迎娶公主 朕随口说说 你慌什么 皇帝说住 躺了回去 虽不再说话 但怎么看 都像是闭着眼 在思考的模样 陆父跟裴颖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觉得不对劲 皇上这是要止婚的意思 但 怎么会是他二弟陆少元 谁不知道 太子一直跟在沈宁宁后头 大家几乎心照不宣 一位沈宁宁注定是要做太子妃的 让沈宁宁感到意外的是 叶太夫的生辰宴 莫灵威竟然也没有出席 他只是安排五放来带了一句话给他 太子殿下政务繁忙 而且 皇上的身体迟迟不好 故而分身乏术 所以不能来了 公主殿下见谅 五放说住 身后的侍卫 递上一个半壁长的锦盒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对杨枝白玉雕刻的老兽翁 太子殿下虽然来不了 但礼物已经提前备下 还说 如果公主没有准备好合适的礼物 就用她这份 代表您二位共同赠送便是 沈宁宁让婉春帮忙接过来 才道 哥哥真好 不过 我自己准备了礼物 你回去告诉她 让她放心 此外 再忙 也别忘了好好休息 五放点头 转身离去 沈宁宁刚回身 却见陆绍元穿着一身天青色衣袍 头戴白玉冠 偏偏潇洒地朝她走来 这会儿 叶家已经有很多来参业的宾客了 她却大大咧咧的 扬声高喊 沈宁宁的名字 众人的目光都被她吸引过来 等陆绍元走到跟前 沈宁宁拽了一下她的袖子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别宣兵夺主了 陆绍元见眉心目 舒展的笑意 分外和煦 怕什么 我给你看的东西 你瞧 她从袖子里 拽住一个粉色的豫章 沈宁宁一瞧 就移不开眼睛 哇 是冰粉芙蓉色 这样的颜色较为罕见 能像这个豫章质地一样 毫无掺杂 任何杂志的 更是少之又少 沈宁宁下意识便问 这就是你打算送给叶家爷爷的生辰贺礼 刚说完 她已经看到了豫章底下 刻住她的名字 陆绍元摇动折扇 当然是给你的 给叶太傅的礼物 我已经让我哥送进去了 前不久 我哥去京郊办事 我知道那边的镇子上古董行 正在拍卖这块玉 所以让她帮忙买了下来 你不是一向喜欢玉吗 送给你 沈宁宁欣然接受 她跟陆绍元认识多年 两人又共同经营住一间铺子 关系好的像兄妹一样 这些年 陆绍元帮她搜刮了不少好玉 她也力所能及地回馈 林草和林泉水 还有树不尽的珍稀药草 城乡地往陆绍元家里送 以至于孟夫人 每次都要托人来感谢她 孟夫人总觉得 是自家儿子占了便宜 能认识沈宁宁这魔好的姑娘 但在沈宁宁眼里 大家交朋友 凭的就是真心实意 谢谢你啊 陆绍元 对了 年前的时候 我就让你来铺子里奋涨 去年的盈利 中书都算好了 我们二人分红的话 你硬拿五千两 你总是不来 银子也不要了 陆绍元文言 刚想说五千两算得了什么 送给她了 但 转念一想 她之前就不想要分红 让沈宁宁全都自己收住 没想到 她居然拒绝 而且 害怕她在这摩体 居然建议他们分家 不合伙开店了 陆绍元知道 沈宁宁从来不会让朋友吃亏 她最开始投资这个铺子 无非就是想帮她 完成她想做的事罢了 所以 话到嘴边 她道 最近忙得很 我娘非要我接手她的那些声音 安排我跟族里的书版 挨个见面 烦都烦死了 不如等后日 你将银票送到我府上 正好 我母亲也说 好久没见到你了 你若能陪她来闲聊片刻 她肯定高兴 沈宁宁本想答应 毕竟孟夫人是个很好的人 她不反感 但她忽然想起来 不行呀 后日是月老节 我答应了长一 要陪她去月老庙看花灯 陆绍原本 就是想让她在月老节这天登门 没想到 听她这么说 她漆黑的眼眸 深处顿时一亮 你们去玩 怎么不喊我 嗯 忘了 沈宁宁甘笑 掩饰心虚 其实 她是答应夜长一 帮她将三哥许静西约出来 这样私密的事情 沈宁宁也不会大肆宣扬 但陆绍原得知了以后 一定要跟着一起去 后日是吧 我去月老庙等你们 你再将银票带来给我便是 如此一来 沈宁宁只能答应 想到陆绍原也不是外人 她犹豫了两下 勾了勾手指 你弯腰 我跟你说个秘密 陆绍原比她高出一个头 身形挺拔 这会儿 微微弯腰 耐心聆听的模样 大概是怕别人听见 她还拿折扇 挡住了 她跟沈宁宁的脸 沈宁宁简单地 将夜长一的目的告诉了她 陆绍原则了一声 她还有这膜腼腆的一面 稀奇 沈宁宁水眸 泛着乌黑淋淋的光泽 教训道 不许你这膜说长一 总之 到了那天 你别添麻烦 姥姥实实听我安排 一定仅遵公主吩咐 陆绍原拱手 笑得心眸眯起 这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女生 带着调侃的意味 从旁响起 呀 公主殿下 陆表弟 你们二位 光天化日下 说什么悄悄话呢 沈宁宁豁然后退半步 朝那人看去 见孟姑娘带着人走来 陆绍原认得她 说起来 她还算是她母亲 孟夫人娘家族里的远亲 孟小姐 我正要离开 你们聊 沈宁宁提群 飞快地走了 陆绍原面色冷淡下来 瞧着那孟姑娘走到跟前 她还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公主怎么走得这么快 表弟 你是不是惹公主生气了 陆绍原逆着她 表情不善 你别叫我表弟 我娘说 论被分 你应该喊我二叔 孟小姐脸色骤然一僵 说来 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孟小姐的母亲 原本嫁给了孟老太爷 也就是孟夫人的远房表兄 但是 那孟老太爷 很快病逝了 连远房都没有 于是 孟小姐的母亲 又改嫁给了老太爷 跟大房夫人生的长子 孟小姐的辈分 就从跟陆绍原平辈 变成了她的小辈 逢年过节 孟是一族相聚的时候 孟小姐的父亲 还得喊陆绍原表弟 如此不光彩的事 原本以仙少有人提起 这会儿 陆绍原再度揭穿 她脸上一度僵白 笑容都凝固了 别熬 二叔 你这魔说话 就没意思了 我也没招惹你 你何必火气这么大 陆绍原吃了一声 你应该知道 我是家里出了名的 乖利不逊 方才你开玩笑的样子 真的很没礼貌 我若是你 我就找机会 跟公主道歉 说完 她冷冷收起折扇 转身走了 孟婉宁咬唇 盯着她的背影 等陆绍原走远了 她才愤怒甩袖 跟我摆什么少爷架子 莫名其妙 宴会开始 不一会 叶长衣就盛装打扮 扶着叶老太傅出现 老太傅德高望重 在朝中颇有人脉 今日来贺寿的权贵 多如牛毛 她却一一寒暄照顾 轮到沈宁宁这一桌的时候 叶老太傅 更是笑得白胡子翘起 宁宁都来了 看来我注定要长寿了 沈宁宁举起酒杯 站起身来 笑得一脸喜气盈盈 叶家爷爷 祝福您服务东海 她身旁的奇秀威 连忙跟着起来 寿比南山 她俩穿的衣裙 一珠红一鹅黄 像极了送福仙子 叶老太傅笑得何不拢嘴 拿酒水一杯接一杯地喝 许静熙淡然温和 提醒道 太傅老大人 酒虽好 但要适度 叶长一也夺走了 叶太傅手里的酒杯 是啊 祖父 还有纳摩多捉客人 您可少喝点吧 叶老太傅却笑得红光满面 今日我高兴 瞧着你们这些后辈 越来越优秀 我就知道 苍云国未来必然四海生平 熊霸天下 沈宁宁眨了眨长节 趁着叶老太傅心情好的时候 开口问道 叶家爷爷 后日是叶老节 我想约长一一起上街看花灯 保证虚实以前回来 可以吗 叶长一自从定亲的风波过去以后 叶家就更加宝贝他 严家看管 生怕再被哪个心术不正的公子哥给骗走了 现在叶长一出门 若是晚归 必须跟家人报呗 今日叶太傅既然高兴 沈宁宁索性替他说了 怕叶太傅不同意 少女还飞快地道 我三哥也会去 保证安全 请叶家爷爷放心 许静希默默看了自家妹妹一眼 她有说要去吗 月老节 当天全是一对一对的家偶眷侣 她跟着上街凑什么热闹 但 沈宁宁眼巴巴地瞧了她两眼 她顿时点头 生平位数不多的撒谎 竟都是为了妹妹 是的 我会跟着一起去 叶长一悄然铭起唇角 想笑 但忍住了 那边陆绍元跟着道 没错 我也去 有我和谢三公子在 老大人 您就放心吧 叶老太傅抚恤大笑 有宁宁在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们尽管去救市 如此一来 沈宁宁和叶长一都松了口气 少女暗中给叶长一 递了一个鼓舞的神情 就看她的喽 而他们这一拙人 并没有留意到 孟婉宁的丫鬟 急着倒酒的功夫 站在他们身后 将对话听了个完整 回去以后 她就告诉了孟婉宁 许静夕月老节那晚 会跟沈宁宁一块出门看灯 孟婉宁瞧着那一桌洋溢着愉悦的身影 她手指搅动帕子 我约她那日出来看灯 她不出来 公主一叫 她就啃了 丫鬟低声说 小姐别上线 福宁公主是谢三公子的妹妹 谢家又一向专宠这个女儿 听说几位公子对福宁公主都是有求必应 可孟婉宁心里还是不得尽 她瞧了两眼已经陪叶老太妇离开的叶长衣 若是陪公主一个人就罢了 但除了公主 还有另一郡主和叶大小贱 齐秀威从前喜欢陪影的事 孟婉宁也有耳闻 故而 她不怀疑齐秀威 只觉得叶长衣一直跟着 反而怪怪的 看来 等到了那日 她也必去不可 沈宁宁回家以后 本想派人带口信给莫灵威 月老节那晚 他们都出来玩 她想问问 莫灵威有没有空 要不要一起出来 但 想到五放才告诉她的 莫灵威不仅忙 还要照顾皇帝的身体 想了想 沈宁宁不愿让她这个时候出来娱乐 还是让哥哥 专心照顾好皇帝伯伯吧 沈宁宁将写好的信烧了 然而 没烧完的信纸 被窗外一阵风吹落在地上 贪吃的朗司一口含住 短短一秒 又再度 哇 得一声吐了出来 烫 她发出一声长长的抱怨和哀嚎 沈宁宁无嘴笑的花枝乱颤 朗司 不怪奶奶 喊你是胖宝宝 你怎么连着火的纸都吃 黑狼王在旁边 都懒得看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眼 真没用 丢朗脸 朗司委屈巴巴地趴在了地上 上次看见秦奶奶拿火烤肉 我以为是一样的 她说着 吐了两下舌头 还觉得疼 沈宁宁便带着她出门 让她在莲花池里泡一会 那没烧完的半张信纸 被风一吹 飘去床底 到了月老节这日 夜幕初上时 城中就已经不断燃放起烟花 火树银花万千绽放 鱼龙火舞热闹非凡 时而有宝马 拿着零零乡车一路穿行 贯穿城中的那条河流之上 不断有花船经过 抬眼看去 桥上和街上 成双成对 船上和每个摊子前 甚至铺子里 都是一双又一双眷驴 奇袖未来的最早 她站在月老庙旁边等待 今天 月老庙简直是人满未患 里面花灯如皱 光艳璀璨 更听说 今日来月老庙求的签 都是特别灵的 奇袖未翘首一盼 在茫茫人海里 寻找着沈宁宁和其他好朋友的身影 然而 她刚扫了两眼 却没想到 莫等来沈宁宁 竟看见了裴影 奇袖未面色一僵 默默地看向别处 只能假装莫看见了 没想到 那双黑靴 却在她面前站定 郡主 裴影主动开口了 奇袖未只能抬头 含蓄疏远地笑了笑 这魔巧 裴大人也来求签 然而 却见裴影穿着一身褐色的镜袍 她身后还跟着四个护卫 只听裴影道 陆大人得知 陆二公子今晚要出门 故儿 让我陪同出门 避免人潮拥挤中受伤 她今天休母 陆父就委托了这件事给她 裴影本不想答应 但陆父说 陆绍元会跟沈宁宁 还有奇袖未等人一起出行 所以 陆影来了 奇袖未料然 看来今天是躲不掉跟她相处了 她只能微微一笑 好吧 我也在等宁宁他们 陆二公子已经来了吗 她方才看见公主了 两人一起排队 去买竹之饮 马上就过来 裴影说到这件事就无奈 陆绍元只想跟沈宁宁独处 跑得比兔子还快 她想带人跟上都来不及 于是 只能在月老庙门口等了 不一会 沈宁宁 陆绍元 还有许静希 一起出现 小微 裴大人 这是你俩的竹之饮 所谓的竹之饮 是沈宁宁铺子里 新推出的饮品 将一节戏竹清洗干净 做成杯子的模样 里面灌着各种口味的水果甜汁 谢谢 齐秀威说着 接了过来 她留意到 沈宁宁今天穿的是烟紫色的衣裙 陆绍元的衣袍 居然是淡紫色 两人正站在一块 探讨铺子以后的发展方向 还在商量这个竹之饮之后 要推出什么新的产品 陆绍元负责执行 给意见 沈宁宁负责出点子 齐秀威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们两个站在一块 好像还挺配的 沈宁宁这时四处张望 长衣怎么还没来啊 陆绍元 她不是号称自己从来准时吗 是不是不来了 沈宁宁想说不可能 她三个都来了 许静熙淡淡道 无妨 咱们等一会儿她 今日人多 或许是堵在了路上 话音刚落 裴影就指着不远处 来了 沈宁宁抬眼看去 叶长衣朝这边走来 但她身边 还跟着孟小姐孟婉宁 沈宁宁惊讶 咦 孟小姐 你也来月老庙呀 孟婉宁笑得不露一丝破绽 原本是陪我哥嫂一起出来的 但是方才人太多 就和他们走散了 正巧 看见叶小姐过来 听说公主也在这边 我便来打个招呼 说完 她才像是刚发现许静熙一样 原来谢三公子也在 你们这魔多人 也是来赏花灯的吗 不知我可不可以随行一起 正好我哥嫂也会往月老庙这边过来 我与你们顺路 沈宁宁看见叶长衣郁闷的面色 就知道 叶长衣肯定是已经拒绝过 但失败了 没办法 月老庙是对外开门的地方 沈宁宁总不能拦着孟婉宁不静 于是 她只能点了点头 好 莫问题 许静熙神情淡淡 瞧不出异样的情绪 她只道 既然都来齐了 咱们就进去吧 月老庙占地颇广 其中还囊括了半片湖水 若想去拜月老抽签 则必须要乘船过去 奈何今日节日特殊 为了感念月老 庙里的小道 江平石的船只 都换成了 只供两人乘坐的偏舟 这会儿 在湖边停了一片 不少眷侣排着队 等着过湖 去湖中心灯火通明的月老店 球签上香 沈宁宁看了一眼 乌泱泱的队伍 看不到镜头 她皱了皱眉 算了 我还是不去了 你们去吧 人太多了 我在这儿等你们 陆少元忙说 来都来了 你怕累的话 我去排 你去那边找地方歇着 孟婉宁转了转眼睛 忽然道 不如 就让我的丫鬟 在此排队吧 我们可以先去那边看花灯 然后再过来 这倒是个省时间的好办法 但沈宁宁有些犹豫 没想到 叶长衣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顿时答应下来 那倒是不错 麻烦你了 孟小姐 这有什么麻烦的 大家都是朋友 叶小姐别跟我客气 孟婉宁笑盈盈的 沈宁宁暗中叹气 长衣真的瞧不出 孟婉宁看着他三哥时 眼里露出的那重视在必得的光芒吗 然而 孟婉宁的丫鬟 却皱着没说 小姐 奴婢帮忙排队 倒是没有问题 只是您瞧 排队那边的小道 只让两人一同行船 奴婢该怎么安排啊 提前商量好 以免奴婢报错名讳 等小姐 您与贵人们回来的时候 出了岔子 沈宁宁下意识就说 很简单呀 比如 我跟小薇一船 长衣跟我三哥一船 然后孟小姐 与你自己的丫鬟一船 陆绍元黑眸一惊 我呢 你跟裴大人一起 沈宁宁暗中瞥他一眼 陆绍元想起沈宁宁 跟他说过 叶长衣今日来的目的 就是要跟许静熙单独相处 然后是他 再想跟沈宁宁一条船 也没办法了 只能默默地点头 我听你的安排 孟婉宁却甘笑两声 说 公主殿下安排得真是妥当 只是 今日节日特殊 去乘船的都是男女一对 哪怕不认识 也要搭个半 讨个好彩头 我倒是没事磨要紧 跟丫鬟同坐就好了 但公主宁 还有其姑娘 甚至谢三公子 不如还是男女搭伴得好 陆绍元明起唇办 想赞同孟婉宁的提议 但他不敢说 黑某有些紧张地看着沈宁宁 等着他拿主意 那 沈宁宁看了一眼 叶长衣和许静熙 还是三哥跟长衣一起 小微就 跟陆绍元一块 这下 陆绍元跟裴颖同时默然 其秀微笑意温柔 我觉得不错 叶长衣暗中看了身旁的许静熙两眼 却见他一直面色温淡 好像没有支持 也没有不赞同的意思 他犹豫两下 怕直接答应下来 会让他的心思选得太过明显 于是 他忍不住说 要不 咱们抓揪吧 孟婉宁本来被沈宁宁说的 眼底一片脆黑阴暗 但听到叶长衣的话 他立刻附和 叶小姐真聪明 这个办法好 沈宁宁瞪圆了眼睛 看着叶长衣 你真想抓揪 那万一抽到陆绍元呢 陆绍元 抽到 我又不是丢人的事 沈宁宁逆他眼 陆绍元顿时改口 只是我不太愿意 没想到 许静熙这时也淡淡道 就按照叶姑娘的意思办吧 抓揪 也不麻烦 孟婉宁欣喜 催促丫鬟 你去那边跟小道门戒指比来 丫鬟忙不迭去了 沈宁宁暗中拽了一下叶长衣的袖子 少女压低声音 水眸盛着生动的脑木 我迟早被你气死 别生气了 宁宁 我感觉 叶长衣悄悄地看了一眼 正在跟裴颖说话的许静熙 我感觉许静熙病不想跟我一传 你说了两次 他都没反应 沈宁宁翻了一个漂亮的眼封 对于我三哥那样的木头来说 他不出声就表示同意 丫鬟拿来执笔 孟婉宁撕成几条 分别写上了此次同行所有男扮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然后折叠起来 沈宁宁怕孟婉宁暗中坐手脚 盯得很紧 还好他什么也没做 写完了以后 孟婉宁拿出自己的香囊 将纸条都放了进去 随后就交给了丫鬟 你去好好排队 我们过一会就回来 知道了小姐 沈宁宁瞧着丫鬟的背影 转而瞧见孟婉宁 一脸不为人注意的轻笑 像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抽到许静熙了 一群人去看花灯 人潮拥挤 陆绍元一直跟在沈宁宁身边 他指着挂在最高处的灯王 是一盏七彩宝灯 六角的灯笼 还坠着光芒万千的流苏 在夜空中 流转不断 光耀浮动 实在是漂亮 陆绍元见沈宁宁盯盯着看了好一会 就问 你喜欢 我给你要来 沈宁宁孤弄道 想得到灯王 要写出极好的对联 打败所有来挑战的才子 才能拿到 你能行吗 切 你别小看我 等着 陆绍元匆匆去了 其秀威适时走到沈宁宁身边 笑住道 宁宁 我觉得陆绍元虽然比不上太子 但是也挺好的 至少他对谁都不耐烦 对你倒是始终细心 裴颖在旁边留心听着 目光假装 看向周围的灯笼 他听见沈宁宁道 陆绍元是很好呀 裴颖暗中记下来 想着陆大人交给他的任务 回去以后也好告知 然而 下一秒 沈宁宁又说 但是哥哥更好 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瞧着吧 陆绍元拿不下灯笼 就会想要强行用银子买下来 其秀威好奇地歪了歪头 那若是太子来呢 哥哥会让所有人都不敢来参加挑战 最后灯王就只能是我的了 说到这里 沈宁宁自己都笑了 莫灵威的方法总是 简单粗暴 其秀威也跟着扑斥一笑 不一会 果然 陆绍元沉着一张脸回来 怎么了 这模块就输给了别人 血对联的人太多了 那三层书楼里 竟有百余来豪人排队抢灯王 我说出价三千斤买下来 那小道拒绝了我 说什么也不慢 其秀威暗中向沈宁宁 比了个大拇指 猜得真准 沈宁宁笑 算了 反正我也不是真心想要 他说着 一扭脸 却见叶长衣不现了 孟婉宁围在他三哥身边 徐寒问暖 笑意盈盈 沈宁宁瞪远美眸 长衣呢 沈宁宁立刻走过去 怎么只有你们俩 长衣丢了 孟婉宁笑了一下 叶大小姐忽然兴致大发 看上了那盏灯王 说是要迎来 所以方才进书楼里去了 陆绍元刚刚看线的 那百余来豪人里 恐怕就有叶长衣 沈宁宁分外惊讶 因为叶长衣的学识 倒不是京城最最顶好的 他去书楼里抢灯王 只怕很吃力 今天为了那盏灯王 肯定有不少学识渊博的才子竞争 不一会 叶长衣果然就出来了 他也一脸黯然 抢不到 陆绍元哈哈大笑 人那魔多 你当然抢不到 叶长衣却说 我倒是排过去了 可是被别人的对联比了下来 我想不出更好的词 就只能离场了 许静夕没说什么 直到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去湖边坐船吧 他们还没抓究 鸡人一同返还 到了湖边 丫鬟确实快排到了 前头还有六对 孟婉宁到 公主身份最高 就让公主先抽吧 沈宁宁抿了抿唇 怀疑孟婉宁让他先抽 是为了将他先排除出去 他摇头 我最后一个抽 你们先 他倒要看看 孟婉宁到底还有什么招 齐秀薇上前一步 那我先吧 反正他觉得自己无所谓 抽到谁都可以 只见齐秀薇伸手进去摸了两下 陆绍元有些紧张 别真的把他给抽走了 直到齐秀薇摸出来一张纸 裴颖的目光 也多了两分隐约的期待 沈宁宁探头看过去 咦 你抽到了我三个 叶长一和孟婉宁 都惊讶地看了过去 尤其是孟婉宁 他明明把写着 许静希名字的那张纸 放在了最下面 而且 他早就来之前 就提前跟丫鬟串通好了 抽的时候 让他捏紧 许静希名字的那张纸 等到他去抽再放开 怎么就被齐秀薇抽走了呢 齐秀薇满怀歉意地 看了叶长一一眼 不好意思啊 叶长一朝他悄悄地摇头 表示莫关系 倒是许静希 一脸淡然 一会有老齐姑娘了 沈宁宁这下 彻底无奈了 孟婉宁没能得逞 叶长一也没办法 跟他三哥一条船了 好在 叶长一还有机会 于是 沈宁宁振作了一下 又见叶长一去抽 果不其然 抽到了裴颖 好好好 这下全都打乱了 他谁也不用抽了 说好了 他是最后一个 孟婉宁肯定会 抽走陆绍元 没想到 孟婉宁忽然摸着头发 哎呀 我一只发拆 好像掉了 我去那边找找 先暂时失陪了 他匆匆离去 丫鬟只能降香囊 递给沈宁宁 陆绍元 拆了一声 看来注定 我们要同船渡水了 许静熙拧了拧眉 他怎么感觉 陆绍元话中有话呢 只有形容夫妻关系的时候 才会说 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 叶长一这时接话 你就偷着乐吧 陆绍元 看来你跟宁宁 只有百年的缘分 要想千年 还得在修炼 他说完 陆绍元就心目一沉 百年还不够吗 我知足了 沈宁宁无奈一笑 走吧 坐船去 丫鬟不走 打算等到孟宁宁回来 沈宁宁和陆绍元乘船 飘荡在湖上 前往灯火通明的湖心岛屿 月老神殿 这会儿 漫天的烟火 时不时绽放 留下如昼日般的绚烂璀璨 湖面的水泽上 飘着多彩的莲花灯 情之所致 分外温馨 可惜沈宁宁眼中毫无疑你 陆绍元坐在他对面 几次看向他 都发觉少女一脸好奇的俯身 瞧着水面 你看什么呢 我在想 平时这湖水里的鱼很多 这会儿 怎么都看不到了 陆绍元无言以对 他暗了暗眉心 黑漆漆的 能看到鱼才怪 所以他在沈宁宁眼里 还没有湖水里的鱼 更让他感兴趣 陆绍元觉得此时分为极好 若他现在不开口 可能以后多莫机会了 沈宁宁 最近有件事 让我很烦恼 我母亲总是逼我成婚 她 陆绍元你快看 沈宁宁突然打断她 指着不远处的船只 那是我三哥吗 她怎么坐船回去了 沈宁宁惊 陆绍元定睛看去 果然是许敬熙的身影 他们的船 在齐秀威和叶长一 他们的后面 故而 许敬熙应当是将齐秀威 送到了湖心岛去 然后又坐船回到方才的地方了 陆绍元分外惊讶 你三哥 不会是去接梦晚宁了吧 完了 叶长一肯定没机会了 沈宁宁皱起带眉 怎么可能 船只航答案边 齐秀威和叶长一站在一起 正在安慰地说着什么 裴颖沉默地站在一边 长一 沈宁宁连忙走去 我三哥怎么回去了 叶长一眼眸红红地抬起头 宁宁 我想我还是不用问了 她说她要回去一趟 恐怕是放心不下孟小姐了 如此一来 我心里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 齐秀威却说 或许并不一定 许敬熙只是告诉我 她有点事 让我们先玩 万一是去做别的了呢 沈宁宁连忙附和 就是呀 我们不去想那么多了 先去求签吧 叶长一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有些兴致缺缺 月老店中 乡客众多 挤得进都进不去 叶长一已经没有了求签的心思 沈宁宁更是无心去求 所以就在外面树下坐着 陪住她 齐秀威打算进店拜一拜 陆少元也跟着去了 裴颖跟沈宁宁道 卑职去看着陆二少爷 免得他被人挤伤 说吧 他脚步匆匆地跟了过去 沈宁宁暗自摇头 分明是跟着去保护小薇的 就是嘴硬 叶长一脱腮 好羡慕秀威 至少裴大人 很有人情味 冷暖都写在眼睛里 沈宁宁被他的话逗笑 我三哥也是啊 只是不轻易表现罢了 没关系 一会回去 我帮你旁侧敲击 再说了 天底下又不是我三哥 这个好男人 叶长一笑了起来 心里好多了 就在这时 湖水对岸的书楼 忽然燃放了树道烟火 还有鞭炮 噼里啪啦作响的动静 烟火璀璨 沈宁宁和叶长一 都看待了眼 旁边的乡客 纷纷驻足一轮 哎呀 那儿怎么那么热呢 你不知道 那是有人夺的灯王 庙里放的庆祝的烟火呢 今夜这魔多才子齐聚 能拿下灯王的人 必定不简单 叶长一最先反应过来 有些气馁 灯王被别人引走了 好可惜 我本来还想等下再去试试 沈宁宁歪了歪头 你怎么会突然想要那盏灯王呀 难道是为了拿下来 送给我三哥 才不是呢 叶长一摇头 月老庙的灯王 又欺负姻缘顺利的奇效 你都不知道吗 沈宁宁表示他 真的不知道 以前他也没有留意这方面的事 叶长一说的时候 眼中闪光异议 你知不知道 灯王非常难的 已经连续有十几年 没有人成功拿下了 因为获得灯王的条件很苛刻 不仅要在限定的时间里 写出比别人更为优秀的对子 还要打败所有来挑战的才子 一直保持住头等站在台上 直至一炷香的时间燃尽 上一个得到灯王的人 是先帝的女儿 孟阳长公主 如今已经跟随丈夫去了封地生活 他们夫妻恩爱和乐 还是京城里的一段佳话呢 据说 孟阳长公主得到了这盏灯王以后 晚上做梦 月老庙自为她拉红线 对方就是她现在的驸马爷 你说神奇不神奇 沈宁宁感到兴起 双手脱塞 隆密的睫毛眨了两下 原来灯王这么特别啊 当然了 灯王象征住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有破镜重圆 总之 很多美好的寓意 我想得到 也是因为吴克那个烂人 希望以后再也不会碰到 这模不靠谱的男子 沈宁宁闻言 更为叶长一感到可惜 早知道 他们应该去抢灯王的 沈宁宁对自己的学识有自信 何况 他今天还带了三哥许静熙一起 当年 从千千学子里 他们兄妹俩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努努力的话 灯王应该也不是问题吧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沈宁宁只好安抚叶长一 你去求一支签吧 说不定签文很好 也可以算是月老的指引呢 叶长一摇头 算了吧 我只怕抽到不好的 就要急哭了 两人说话间 陆绍元和七秀薇他们回来了 他俩手里各握着一支签 巧合的是 两人脸上都有困惑的神色 沈宁宁和叶长一马上赢了过去 抽到好签了吗 我瞧瞧 沈宁宁先去瞧了齐秀薇的 只写着 此情真唏嘘问天 莫把琵琶送别传 他挠了挠脸蛋 什么意思啊 齐秀薇 刚刚问了解签的老道 说是 我应该珍惜眼前这段缘分 不然 他就会成为别人的 沈宁宁下意识抬起头 看向站在旁边的裴影 他一脸镇定 庞扶莫感觉 这个签是在说他 沈宁宁倾咳一声 转移话题 陆绍元 给我瞧瞧你的 陆绍元递过来 这签 我都看不懂什么意思了 那老道说的 也含糊不清 肯定不准 沈宁宁接来一看 竟是一只下下签 欲人敬重来 一丝好姻缘 实则竟花月 转头一场空 陆绍元暴毙 有些不满的 皱着黑雨般的霉 那老道说 看似是我的好姻缘 其实是别人的 还要我小心争取到 最后是一场空 真是胡说八道 沈宁宁一笑 将签还了回去 求签嘛 都说若是不准 就扔去那边的炉子里烧了 这样签就不会做数了 陆绍元点头 你说得对 我去给他烧了 他快步走向 殿前的炉顶 不一会回来 一行人一同乘船 回了对岸 还没到岸边 沈宁宁就瞧见 有个人提着 那盏巨大的七宝彩灯 后在了岸边 咦 那人好像我三哥哥呀 沈宁宁惊讶 陆绍元弯腰 走到船头 看了两眼 不是好像 那就是你三哥 灯王原来是他赢下来的 船只靠岸 沈宁宁连忙走过去 瞧见孟宁宁 正在许静熙的身边 夸赞助灯王好看 叶长衣的船只紧随其后 也到了 孟宁宁于光看剑叶长衣 便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声音 夸耀许静熙 谢三公子真厉害 方才我一直配在旁边 看见许多才子上来挑战 却都被谢三公子比了下去 论才情 我觉得 谢三公子真是京城里的天下第一 沈宁宁惊喜万分 三哥 你可真厉害啊 许静熙看见妹妹 倒是笑得温润 还好 去比赛的人不多 要是小妹你去了 我恐怕就要输了 叶长衣已经听献了孟宁宁的话 心中有些不舒服 原来 刚当许静熙返回岸边 果然是去找孟宁宁的 两人还一起尽书楼营得了灯王 孟宁宁见许静熙 看向了叶长衣 立刻对沈宁宁道 公主殿下 这是三公子特意为了宁宁来的 我真是羡慕 要是我哥哥也有这样的才情就好了 沈宁宁眨了一下长衣 三哥哥 这个应该不是给我的吧 许静熙抿了抿唇 这个 明年的我再迎来给你 这一次 先给叶长衣 说完 他手里的灯 就递向了一脸惊讶的叶长衣面前 孟宁宁嘴角的笑容僵住 陆绍元和齐秀薇笑了起来 还真是给他的啊 叶长衣脸颊滚烫 都结巴了 你你 你怎么会想到 给我 许静熙如玉俊朗的面容 沉浸着平静 和一抹难以察觉的温和 刚刚我在船上 听船夫说灯王寓意极好 你刚遭遇了无客那样的事 这盏灯给你驱散晦气 叶长衣心头一动 缓缓伸手 握住灯柄 这一瞬间 不知是谁在月老庙里燃放了烟火 怦然绽放的瞬间 独独照亮了许静熙与叶长衣两人 沈宁宁在一旁鼓掌 笑得声音清脆 长衣 你看我三哥哥对你多好 我家还缺个小嫂嫂 要不你来做我三嫂吧 她是开玩笑的 更是想给许静熙和叶长衣拉郎配 叶长衣脸夹红的像主过的樱头 一向大大咧咧的踏 跺脚撑怪 宁宁 许静熙含笑温淡 小妹 这种话 不可随意玩笑 梦婉宁咬唇 看了一眼他们 眼底的不悦 快要掩饰不住了 她不想留下 便略略扶身 时辰不走 我先走了 公主 郡主 婉宁告退 沈宁宁余光瞧见 朝夜长衣使了个眼色 这下 她应该放心了吧 许静熙显然对孟婉宁没有那个意思 一行人高兴地 又结伴去看花灯了 与此同时 相比热闹的街市 宫中已陷入了寂静的黑夜 莫灵薇刚从御书房出来 便披心带月地 去了皇帝的寝宫 看着他服用汤药 陆统领站在一旁 在莫灵薇进来的时候 皇帝旁扶不知 只是忽然问道 你弟弟惊艳 是个宁宁一块过月老节了吧 莫灵薇脚步顿在了门口 陆大人文言一将 拱手回禀道 并非是他二人单独去 平时与公主要好的同窗和朋友都去了 皇帝莫说话 莫灵薇顺势迈着步子进来 皇帝像是才看见他一样 乌尔来了 我不来 怎么能听到你故意说这番话 莫灵薇语气淡淡 薄眸中擒着清醒的乌黑 皇帝面色善善 臭小子 胡说八道 还敢气震 莫灵薇挥了挥手 示意陆统领 暂且退下 随后 他便坐在了龙榻边上 沈宁宁去做什么 有的是人告诉我 父皇不用费尽心思了 好好吃药 比什么都将 皇帝去了一眼他的面色 看出来 他没有要发火的意思 他顺着莫灵薇的力气坐了起来 今天是月老节 你竟不生气 拧拧小丫头 跟别人去看花灯 不就是陆绍原魔 我提前听说了 皇帝觉得 他的态度很古怪 忽然 他反应过来 裴颖忽然告假 是你的手笔 莫灵薇挑起剑眉 不然呢 皇帝心想 怪不得这小子沉得住气 原来是在沈宁宁的身边 放了眼线 莫灵薇自然也知道 陆绍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 皇帝还想挑拨两下 没想到 却是徒劳 他只能摇头叹气 朕是老了 你比朕年轻的时候 还要聪明一些 莫灵薇笑了 只是那孝 没有到达伯眸深处 就散去 最近父皇的身体不好 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这样挑拨的话语 最好别让我听见第二次 皇帝瞪他一眼 朕再不好好养身体 迟早被你气死 以后你的事 朕再也不管了 最好是这样 莫灵薇薄唇吃笑一声 他这几天 盯着皇帝 就是不想 他在病中糊涂 做出什么错误的决断 细算下来 他已经有好几天没 看见沈宁宁了 好在 现在听了皇帝这番话 莫灵薇觉得 也可以放心些了 莫灵薇领走前 皇帝又忍不住说 宁宁已然急急 你也急贯许久了 正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你母后已经有身孕了 啰嗦 莫灵薇策谋 有些反感 我们的事 我自己心里有数 说吧 他走了 皇帝眼中流露出沉沉的黑色 望着笼杖想了半天 才闭眼睡过去 月老结过后不久 莫灵薇派五放来给沈宁宁送东西 竟是跟灯王一模一样的七宝彩灯 沈宁宁惊讶 哥哥是从哪得来的 那斩灯王不是已经被他三哥送给了叶长衣吗 五放笑着说 太子殿下说了 那几天他很忙 没能陪公主殿下去月老庙看灯 真是遗憾 得知那日的灯笼璀璨漂亮 所以 太子殿下找到了这灯笼的人 给了他黄金万两 让他重新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沈宁宁有些感慨 想说他铺张浪费 但心里的喜悦 却是抑制不住 他纤细粉嫩的指尖 抚摸过灯笼上 描绘着吉祥如意图案的琉璃 轻轻拨动 琉璃转着圈 在光芒下 折射出七种不同的颜色 确实是好看 五放趁热打铁 继续说 公主殿下 请述卑职多嘴 太子殿下得知 谢三少爷赢了灯笼给您 顿时说 那怎么行 于是他亲自去给您补上了这个遗憾 按卑职看 太子殿下对名 那简直放在了心坎里 你帮我谢谢哥哥 不知他最近忙完了吗 若是可以 我想请他去竹园游玩 沈宁宁炸着鲜浓的长节 五放一听 高兴万分 莫问天 卑职着就回去转告太子殿下 等确认了时辰 再来告诉公主一声 说完 五放匆匆回宫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莫灵威 莫灵威恰好也想献她 不管皇帝的想法如何 他也确实应该问一问沈宁宁的意思了 至少 先让她知道她的心意才行 没过几日 沈宁宁就得到消息 莫灵威约她三日后 陈时在竹园相见 到了出游这天 沈宁宁精心打扮 穿上了最喜欢的烟霞流纤裙 如铺黑发腕成少女纪 坠着璀璨的珠钗 更显得她肤白貌美 如同透着暗香的火芙蓉花 不知是不是今天都没陷到莫灵威的缘故 沈宁宁不仅盛装打扮了 还提前去了竹园 等待的时候 心情止不住地充满期待 更有些莫名的紧张 她时不时问婉春 我的头发乱了没有 婉春笑眯眯的 没乱 公主今日别提多漂亮了 刚刚一路过来 好多公子驻足观看 要奴婢说 公主今天比九天玄女还要漂亮 沈宁宁低垂眼洁 笑一浮现在粉红的夹鞭 不一会 侍卫先来了 竟不是五放 那人拱手请安 公主殿下 主子请您上山在亭子里一坐 沈宁宁抬头看去 竹园的后面 有个小山坡 上头有个四角观景亭 能看见灿烂的阳光 和京城一半的轮廓 于是她提群 正想上去 没想到 侍卫却拦住了她身后的婉春 主子只请了公主一人 有事相谈 还请这位姑娘留步 婉春皱眉 平时太子殿下 也没有这个要求呀 沈宁宁只当莫灵威有重要的事 要告诉她 便让婉春留在下面 莫关谢 婉春姐姐 你就在这里等我 随后 婉春只能看着沈宁宁 跟着侍卫上了山坡 进了亭子里 离得远 乔现沈宁宁对面 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婉春以为是太子 便莫多想 百无聊赖地 找地方坐了下来 安静地等待 然而 沈宁宁看见亭子里的人影时 忽然正住 皇帝伯伯 副手背对她的人 转过身来 笑容满面 正是皇帝 她的面色 还带着病中的苍白 沈宁宁下意识看了一下周围 眉桥见莫灵威的身影 皇帝穿着长服 道 宁宁小丫头 朕这次来 是有事跟你商量 所以 之前让是未将 你们见面的时间 提前了一个时辰 希望你不要介意 莫灵威约 沈宁宁四时相见 皇帝的人 却告诉沈宁宁 是臣实见 所以 她来走了 皇帝邀请沈宁宁落座 少女美眸 宁宁泛住疑惑 皇帝伯伯 您找我 是有什么要事吗 皇帝给她倒了一杯茶 她的神色 显得有些平静和严肃 宁宁 朕想给你赐婚 沈宁宁眉心一跳 差一万分 河水 皇帝闽纯 陆绍元如何 陆家是朕的亲信 她的哥哥陆父 亦是禁军统领 陆家是唯一的官商士族 未来前途不可估量 若是朕赐婚 你嫁给陆绍元 只会是正妻 有朕做你的靠山 陆绍元又对你真心爱慕 你们婚后 必然情色和谐 情色和谐 皇帝伯伯 您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不喜欢陆绍元 也不想要这个赐婚 沈宁宁 结毛颤颤 美眸中 已经充满了震惊 皇帝为什么忽然要给她和陆绍元赐婚 大概是猜到 沈宁宁会拒绝 皇帝的神情不变 依旧带着平易近人的笑意 只是这会儿 那笑落在沈宁宁眼里 就像是凝固在阳光下的冰灵 透着丝丝尖锐的疏浪 宁宁 朕自问 待你一向不错 对你更是有求必应 对不对 沈宁宁轻轻点头 但又马上说 可这也不是皇帝伯伯 随意左右我 婚姻的理由 对她好的人多了 难道 她都要听从他们的话做事 皇帝叹气 朕不是为了你 而是为了凌薇 宁宁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 凌薇她喜欢你 沈宁宁豁然争援了水桶 娇阳的色泽 落在少女的眼底 刚点燃起一束星火 却还没有弄清楚 那突如其来的星喜 是什么缘故的时候 就被皇帝下一句话给掐灭了 她已经籍贯三年 为了你 始终不娶 至今紫辰宫里 尚无非欠 可她是储君 朕的江山以后 是要给她的 倘若她不成家 怎么让百官幸福 怎么让朕放心 沈宁宁背齿咬唇 乌黑发际间的朱差 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皇帝伯伯 你的意思是 我不能嫁给哥哥吗 她已经问出了这句话 天知道 对一个姑娘来说 她这魔问的时候 该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 然而 皇帝 确臣声问她 嫁给她 朕当然同意 朕更想你做朕的儿媳 可是 宁宁 你只能为太子测飞 沈宁宁 庞扶被人荡头 泼了一盆凉水 皇帝此时在她眼里 就像是那太阳 高高挂在天上 看似透着温暖 实则人离得太远 阳光扑在身上的时候 还觉得深寒 为食魔 沈宁宁声音酸涩 我不配吗 从小到大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了命运 可埋在内心深处的那段 黯然无光的童年 就像是噩梦一样 随时会反扑而来 皇帝的话 让沈宁宁想起 秦大婶骂她的那些言论 你怎么配 皇帝看着沈宁宁 眼底渐渐聚起来的浓雾 像是快哭了 眼角被光照出阴出的红 她却尤为要强 绝不肯在外人面前掉眼泪 此计 纤细的指尖紧紧揪着衣袖 皇帝叹息 并非你不配 宁宁 凌维以后是要做皇帝的 你的母家太过强盛 朕实在放心不下 你应该能理解 伯伯这番苦心吧 为人父母 当为孩子长远考虑 何况 做正妃也不一定会幸福 就算你是侧妃 凌维的心在你这里 不就好了 朕就算有了别的儿媳 也会对你最好 你是不一样的 这番话 却引得沈宁宁红唇里 溢出一声苦涩的喝笑 我为师摩要跟别人抢丈夫 皇帝遗政 沈宁宁抿着嘴角 一张精致漂亮的小脸 却透住绝不服输的倔强 我爹爹说 自从她娶了我酿青 再也没有多看别的女人一眼 我二叔终身都只爱着一个人 我的家教告诉我 男人是可以对一个女人 忠贞不渝的 我若是选丈夫 也只做唯一 不做备选 不做妾 皇帝献沈宁宁的态度 强硬起来 他分外惋惜 宁宁 既然你不同意 就考虑考虑真的 另外一个提议吧 沈宁宁深呼吸 眸色冰冷发红 皇帝伯伯 你希望我怎么做 远离哥哥 我答应你 我不会影响他娶妻 还不够吗 皇帝叹气不已 你知不知道 凌威说 倘若你不愿成婚 他就一直等着你 朕多么希望 他不是太子的身份 这样就可以跟你长相厮守了 可是宁宁 他身上背着江山社稷 你忍心看他违背伦常 一直守着你吗 沈宁宁张了张纯 却觉得嗓子眼苦涩地说不出什么 皇帝继续道 朕跟你打个商量如何 既然你也不喜欢陆绍元 那么 朕就假装赐婚你跟陆绍元 到时 凌威自然会死心 等他的婚事定下来 朕就做主 替你和陆绍元和离 再为你挑选如意郎郡 可好 沈宁宁一片心 已经坠入了无尽的冰窟汪洋 皇帝要逼莫凌威娶妻 断了他的犹豫不决 所以 就要解决沈宁宁 那么 他甘心成为牺牲品吗 如果他答应了 又把陆绍元置于何地 沈宁宁再忍 哆嗦的眼泪 却已经划出眼眶 落在冰冷的大理石桌面上 见出了雪花的模样 他的心里在下雪 哪怕面对着春光一片 皇帝也跟着红了眼 宁宁 朕的病 你一定也听说了 朕只怕末多少年好活了 倘若有一天突然走了 凌威就是朕最放心不下的人 朕已经对不起他的母后了 不能再对不起他 宁宁 你 你能不能答应朕一次 就当是伯伯求你了 皇帝说吧 竟然起身 聊起龙袍 朝沈宁宁跪下了 若是以往 少女必然要马上扶起他来 可是现在 他像是被冻僵了 只垂着鲜浓长洁 稀气颤颤 眼泪速速流下 魏师魔必须是陆绍元 他终于开口 声音沙哑 我不想连累他 既然是假赐婚 那么 我随便选一个 不也行吗 皇帝苦笑 凌威何其聪明 何况他的手段 朕这个做父亲的 岂会不知 若是换了别人 必然被他搅得翻天倒海 他信不信都是次要的 可换作陆绍元 便不一样了 凌威也知道 你们相识时间很长 不比他短 何况 陆家官商两条路 都走得不错 就算朕多年后离世 也不用担心 临危报复 何况朕会提邪路父 让你与陆绍元 活得更好一些 说到这里 皇帝试探着看向他 宁宁 陆家这个二少 也十分喜欢你 挂在天边的太阳 不知是不是眼泪的缘故 在沈宁宁的视线看来 被阴晕得红彤彤的 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走下山坡的 宛春也被支走了 必然是皇帝不允许宛春知道 今日沈宁宁见过的人是他 沈宁宁刚走到竹园门口的时候 看见有一对眷侣 结伴来看竹园晃日 他们二人彼此揽着 笑得情真意切的模样 沈宁宁忽然有一些迷茫 他很想问问他们 有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事 遇到了的话 又该怎么处理 他也很想问一问他的娘亲 他怎么做才是对的 不过 问什么都不重要了 方才 沈宁宁在亭子里 含泪地应下 我会去问一问陆绍元的意思 言下之意 是他接受了皇帝的安排 如果陆绍元也没有异议 那么 就按皇帝说的办吧 这次他没有为别人 只为了莫灵威 相识一场 倘若没有缘分 就送他一程圆满好了 莫灵威信高采烈的侧马来 武放跟在他身后 老远就挥边大喊 太子殿下 您跑得慢一点不成吗 卑职坐下的马肚子 都要被卑职加烂了 莫灵威回眸 失笑一声说 我先去布置 你把竹园清出来 等住沈宁宁来 距离约定好的时间 他早来了半个时辰 莫灵威吩咐人 要将竹园挂满红筹 就像那天月老庙里的模样 这样还能弥补他 没有陪沈宁宁去拜月老的遗憾 然而 当他迈着大步 刚走进竹园 身后却传来呼唤声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他回头一看 是谢家的马肚 莫灵威伯眸掠过他的身影 看向他身后 怎么没有沈宁宁的影子 莫非他没坐马车 马肚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说道 殿下 我们公主说有事 暂且不来了 莫灵威一正 他出神模式了 需要我帮忙吗 马肚摇头 小姐没什么事 就是方才去了陆府 有事耽搁了 恐怕就来不了了 陆府 莫灵威见眉横折 他跟我约好的 怎么又去陆府了 马肚 公主说 他先前答应了 要陪陆二公子 去探望孟夫人 但是一时忘了 才答应了太子殿下的邀约 现在想起来了 只好对殿下说抱歉 又怕殿下等着 安排小人来说一声 莫灵威嘴角紧绷 宝眸里的阴云平地卷起 他跟陆少元 关系有那么好模 竟为了这样一件小事 不来赴约 难道 他排在陆少元之后 车夫带完话 匆匆走了 他俊白的一张脸 分外阴沉 大步走向竹园外 五方刚刚已经听现了所有的话 忙上前询问 太子殿下 那咱们现在是要回宫吗 回什么宫 去陆府 就这磨走了 不是莫灵威的个性 与此同时 陆少元正在府邸里喝茶 却听说沈宁宁找他 他连忙撩跑 快步走到后门 还没见到他 陆少元就已经朗声笑道 你怎么不从前门走 从这儿后门过 让别人看见 还以为我让你羡慕的人 他巴不得大大方方地让大家都看见 沈宁宁来找他完了 没想到 陆少元的声音 在看见沈宁宁的瞬间 戛然而止 他独身一个人 云并有些失路地粘在脸侧 交融满是惨淡黯然 大概是刚哭过的缘故 一双眼人通红 陆少元俊脸皱变 急忙上前 拉住他的手腕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沈宁宁声音沙哑 带着少女独友的腔调 我可以进去说话吗 陆少元连忙将他带进府里 直接拉着他去了自己的房间 平时顾忌祝福胸口中的男女大房 沈宁宁走到门口 犹豫了一瞬 却还是跨了过去 就像强行逼着自己 跨过了心里的那道坎 陆少元让他坐在窗下 被厚印着大片的海棠 少女面色焦红 让泪痕更为明显 只见陆少元连忙搅了湿润的帕子 来给他擦脸 但是 想到此举太轻密 他只能将帕子递给他 你自己擦擦 随后他蹲下来 认真的看着他 你跟我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一瞬间 陆少元想过无数中最坏的可能 响云村被烧了 秦奶奶病故了 狼群出事情了 沈宁宁在他的印象里 很少哭 遇到天大的难事 他都能坚强面对 怎么能难受成这样 好像快碎掉了一样 沈宁宁擦前进脸上的眼泪 连带着胭脂也擦掉了 在白色的手帕上 红一块黑一块的 陆少元看见 才察觉到 他今日是精心打扮过的 少女的脸庞透住粉润 被光照出绒毛的柔软 不失粉黛的沈宁宁 更是漂亮的 像一朵新开的花蕊 只可惜 带着泪痕 他缓了好一会 才鼓起勇气 抬眼看着陆少元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别说一件事了 一百件 一千件也成啊 你先别哭了 陆少元非快地答应了 沈宁宁却更觉得愧疚 陆少元 待他如此坦诚认真 他还要将他拉下 这个泥潭里 陆少元 你愿意娶我吗 他轻声细语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陆少元浑身都僵住了 他见眉心目里 全然是难以置信的错愕 神 什么 他也跟着哆嗦起来 沈宁宁垂首 黯然神伤 可能是假的 我希望你别问原因 我只能告诉你 我想借用你 大概两到三年的时间 跟我假扮成亲 乃至夫妻 不过 我的目的不纯 你完全可以拒绝我 我 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 不如就 陆少元 我愿意 沈宁宁错愕地抬起头 却见他从方才的惊讶中回过神 居然一脸狂喜 我还没说完 你要得一心一意 我给不了 我现在不喜欢你 陆少元 没想到 陆少元却更坚定 莫关系 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我爹娘就是这样的 你瞧 他们现在不一样好好的 闻到沈宁宁正住了 可我说的是 假承青 你方才不是说 什么都给不了我吗 那就给我时间 三年 如果三年 你没有喜欢上我 我们就算是真承青 我也放你离开 如果你喜欢上我了 我们就厮守一辈子 可以吗 陆少元百般认真 他半跪在脚踏上 仰头看着沈宁宁的模样 从未那样热气 沈宁宁沉默了 就在这时 院子门口传来嘈杂的惊闹声 太子殿下 殿下您不能进去 沈宁宁心里一慌 莫灵威来了 突然 他左手抓住陆少元的左手腕 拉着他的大掌 扶在了自己的脸颊上 陆少元心谋正住 莫灵威快要走进房门 已经透过大厂的窗子 看见了沈宁宁的背影 沈宁宁 他立刻 你还记不记地答应了我 要去竹园见面 陆少元侧头 想去看一眼莫灵威 没想到 沈宁宁动作更快 右手扶住他的脸颊 这下 陆少元彻底僵住了 莫灵威闯进屋内的时候 看见的便是这样一幕 他们动作轻易 相处得犹如恋人一样 沈宁宁看见他以后 飞快地收回眼神 他被过身去 锁回了手 哥哥你怎么来了 那样冤怪的样子 好像说他来的不是时候 莫灵威已经愣在了原地 陆少元飞快地起身 胆了胆衣袍 他不知沈宁宁跟莫灵威之间 发生了什么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只见他微微侧身 挡住了沈宁宁一半的身子 太子殿下 陆少元拱手 莫灵威薄眸透着一股冷力的心红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逼问 你们 在干什么 沈宁宁回眸 有些埋怨 哥哥 我不是让车夫跟你说了吗 我今日有事 我 什么是忙 忙着跟陆少元单独相处 莫灵威飞快地打断了他 沈宁宁没说话 莫灵威的理智一点点崩塌 怕他当堂发火 沈宁宁道 你先回去吧 改日我向你解释 莫灵威森冷的目光转 看向陆少元 却见他护住沈宁宁 而莫灵威视线往下 沈宁宁揪着陆少元的衣袖 是那样紧 他们互相依偎 好像他是个多余的人 莫灵威觉得 再多待一秒 他都要受不了了 他现在应该在陆家大开杀戒 但是仅存的一丝理智告诉他 沈宁宁不希望他这样 于是甩袖就走 我等你的解释 说吧 他愤怒离去 莫灵威走后两久 陆少元立刻关上门窗 待他转头看去 沈宁宁已惊舞着面颊 哭得若肩微颤 陆少元这下明白了 他不喜欢自己 沈宁宁喜欢的是莫灵威 只不过 因为什么原因 他决定放弃莫灵威了 陆少元神情复杂 随后 他缓缓走过去 轻轻牵住了沈宁宁的一根手指 沈宁宁 你这魔作 真的是自愿的吗 他开始觉得有一点不对了 然而 沈宁宁闻言 飞快地擦去眼泪 抬起那双红彤彤的兔子眼 我是自愿的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我怎么可能反悔 只不过我看得出 你有苦衷 但你若不愿说 我也不再问 你想做什么 我陪着你去做就是了 沈宁宁望着他认真的表情 愈发觉得愧疚 他没有留很久 就请路少元安排马车 送他回廊山去了 现在他这样的状态 不适合回歇家 否则一定会被父兄们看出来 沈宁宁走后 陆少元高兴不已 他立刻叫来心腹随从 快去叫我娘从商行回来 我要跟他商讨下聘事宜 随从连声答应了 陆少元心情愉悦 回头看线自己桌上一团乱 竟还有了收拾的心思 他想着 得先买个房子 因为 他既然跟沈宁宁是假成亲 那么婚后 自然就不能睡在一起 所以得搬出去 否则会让他娘知道 房子也不能买得太小 至少得是三进三出 蒲从也要多 马车也要买最好的 要紧的话 现在就得开始看房子了 花园要提前打造 因为陆少元知道 沈宁宁喜欢跟朋友聚宴 他还在想 也要给秦奶奶留出院落 方便沈宁宁以后把老人接过来 跟他们一起生活 如此一想 还得弄一个公郎群休息生活的大屋子 陆少元越想越兴奋 干脆提笔 开始自己设计 结果 他在抽出宣纸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书 书籍掉在地上 夹在里面的那张签文 就甩了出来 陆少元余光看线 缓缓一正 是那日在月老庙的签文 上次说要烧掉 其实他到底留了下来 倒是想看看 会是怎样的情况 当时看不懂 现在竟然应验了 他渴望的姻缘 其实不是他的 陆少元很清楚 沈宁宁有难言之意 他只是短暂的避风港 并非是他真心喜欢的人 但是那又如何 陆少元毫不犹豫地捡起来 江签文引火烧了 进花水月就进花水月吧 万一我能留住呢 他说着 反而打心底 涌起一股高兴 莫灵威回宫以后 发了极大的脾气 来说政务的官员 各个胆战心惊 皇帝文逊 拖着病体赶来 灵威 你又发什么脾气 莫灵威浑身气压低沉 靠在扑了虎皮的红崴榻上 一阵暴躁 沈宁宁今日 居然为了陆少元爽约了 皇帝眼底 飞快地画过一抹什么 莫灵威低着头 没瞧见 只听皇帝叹气 你不能因此生气 宁宁是个受欢迎的小姑娘 朋友 都不是很正常吗 只因为她跟别人去玩 你就闹脾气 会被宁宁觉得幼稚 莫灵威拧起眉头 抬眸冷冷看向皇帝 我能不生气吗 他竟敢 摸陆少元的脸 越想越烦躁 于是 莫灵威看皇帝也碍眼 你来干什么 他一说你昨日还不能吓他 今日就好了 他挑起剑眉 黑眸打亮了皇帝眼 皇帝倾壳 你这混小子 朕还不是听说 你在紫辰宫大发雷霆 所以赶来看看 你若是随便斩杀了朝臣 朕还要为你善后 莫灵威宝唇 抿出一个冷冽的弧度 我确实烦躁 但我又不是彻底失去理智的傻子 什么人该杀 什么人不该杀 我心里清楚 皇帝闻言 作为一个父亲 他更是感到骄傲 世人都说他的儿子脾气差末耐心 但是在他眼里 莫灵威雷霆果断 从不拖泥带水 江山交给他 皇帝也能放心 好好好 朕不耽误你了 朕回去休养 皇帝副手 被大太奸掺扶住 离开了紫辰宫 走到外头的时候 他还不忘吩咐 伺候太子的一干人等 太子冻火伤肝 你们让玉厨 做点清火的羹汤来 是 皇帝走后 莫灵威时在心烦意乱 于是让武放关了门 他合一躺在窗下的靠榻上 薄眸盯着屋顶 正正走身 沈宁宁什么时候 跟陆绍元那魔好了 难道真的是他这几天 没有好好陪在他身边 让他一时 到了自己的心意 其实喜欢的是陆绍元 这般想着 莫灵威就直接坐了起来 有些烦躁的 按着眉骨的位置 沈宁宁说会 找他解释的 大概也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他什么时候来呢 时间在莫灵威这里 就像是一分一秒地竖着过的 堪称度日如年 他魂不守舍了三天 还没等到沈宁宁来 与此同时 沈宁宁已经跟谢素枝和哥哥们 说了自己的想法 什么 谢明安拔高声调 你要嫁给陆绍元 你 你 小妹 你什么时候喜欢他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 他们虽然都看得出来 陆家那二少爷 确实喜欢宁宁 每天都跟在他屁股后面 像个小跟班 让他买什么就买什么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 谢明安就是觉得 沈宁宁从未将他当作恋人看待 而是只看作一个小时候的玩伴 现在却听说 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还要定亲 谢素之一张脸 沉黑的快要低末了 大哥谢明旭一声不吭 末了 才直接问道 宁宁 是不是陆家拿什么逼你了 谢二爷顿时站起身 别怕 二叔给你找公道去 许静熙立刻劝说 陆家不像是会逼迫妹妹的人 谢明安灵力的眼神扫去 刚想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没想到下一秒 许静熙就到 也许是陆绍元自己逼的 谢明安 那咱们就不放过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